台中发生了公安意外 在北屯区七四快速道路 咸尖国道1号的工程 预计13号要通车 结果今天早上8点多 有两名越南籍工人 在进行安装泄水孔的作业 疑似操作不熟悉 导致桥梁检测车倾斜翻覆 不慎其中一个人被压伤了 紧急送医 到院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幸好经过抢救恢复了心跳 而另外一个人 则是首部开放性骨折 详细事故发生原因还要厘清 治安中心也派人前往调查 勒令停工 如果违反治安法 最高可依法开罚30万 七四快速道路 衔接国道1号北上扎道 正在进行施工 没有想到一辆桥梁检测工程车 侧翻90度 掉避整个悬空在高架桥上 还有两名工人受伤 救车货报赶到 赶紧将工人送医 根据了解 10号早上8点多 当时两名越南籍工人 正在进行安装泄水孔作业 疑似操作不慎 导致车辆翻覆 刚好造成一名工人 挤压在桥梁之间 当场没有了生命迹象 而另外一人则是 左手开放性骨折 发生公案意外 造成两人受伤 现场气氛凝重 幸好经过抢救 工人恢复心跳 状况稳定 而治安中心也派人到场调查 可能是操作不当 没有把那个外申称作 确实外申 造成这个检查称翻覆 先做顶公指费 后续违反法律 会裁罚三大三十万 国道一号增设衔接 台庆四线系统交流工程 预计13号举行通车典礼 没有想到通车前 竟发生公案意外 高工局表示 现场状况会尽速排除 不会影响到原本的通车骑程 借江黄之遥台中报道